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4月7號禮拜三 也是復活節長假期之後的第一個工作日 我們第一節先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國際形勢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的法律顧問柏奈洛 昨天發表了一份操持相當強硬的聲明 他就警告中國 如果中國的船隻長期 都進入到菲律賓的專屬經濟海域 就可能會引發兩國都不願意見到的擦槍走火情況 第二宗消息 布林肯在昨天宣佈了 美國將會對外輸出疫苗 胡錫進在聽到這個消息以後 很快就在微博上回應 他就酸溜溜地說 美國是想搞美版的一帶一路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 菲律賓的發難情況 是怎樣的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的 法律顧問 柏內諾 昨天發表了一份聲明 他宣稱 中國的船隻 長期集結了在菲律賓的專屬經濟海域 為中非的雙邊關係 帶來了不必要的緊張 並且可能會引發 兩國都不願意見到的擦槍走火情況 柏內諾還補充 說中非之間是可以就共同關切的議題 和雙邊利益進行協商 但是中國千萬不要搞錯 菲律賓的主權 是不容談判的 而在同一個場合上的 總統府發言人羅克 馬上在這裡唱禍 他就說 對於菲律賓的領土或者專屬經濟海域 菲律賓是一串都不會放棄 雖然來講 在近期已經有不少 菲律賓高級官員 先後都走過出來向中國喊話 但是 近期來講 操持最強硬的 一定是這位柏內諾的聲明 當然 柏內諾這一篇的聲明 一定不是純粹代表著他的個人意見 而是得到了杜特爾特的默許和首肯 才會發得出來 而杜特爾特本人 自從他2016年上任做總統以來 他一直保持著對華友好的關係 處處都不想得罪中國 他曾經公開講過 說挑戰中國是毫無意義的 而且還會有引發戰爭的風險 甚至乎 在不少有爭議的議題上 他都是處處維護中國 但是這次似乎他自己都忍不住 最後就找了他的法律幕僚 出來幫他對他發聲 而他本人仍然盡量保持低調 不想對中國說半句惡言 既然杜特爾特一向都是親中的時候 為什麼在近期 菲律賓又忽然之間大聲了那麼多呢 主要來說就是有兩大因素 第一 今次中國有200艘以上的漁船 菲律賓方面就稱之為民兵船 去到了牛額礁海域附近 集結 當然中國方面就宣稱這200艘漁船 純粹走去避風 但是菲律賓方面肯定就不相信 你當是Lulu嗎 菲律賓方面就認為 有200艘船 走到自己的專屬經濟海域 究竟是否想曬馬 當然人們就會感受到一種軍事威脅 而這件事本身 也挑起了菲律賓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 現在 杜特爾特強硬 一來當然要向國內交差 因為已經在鄭的門口集結 他沒有理由還繼續吵吵 也說不通 第二件事就是 根本上杜特爾特就想借這件事 要求拜登再向菲律賓作出一個保證 什麼保證呢 其實美國和菲律賓 早在1951年的時候 已經簽署了一條 美非共同防禦條約 美國歷屆政府一直以來都是跟菲律賓說 當太平洋地區發生衝突的時候 美國就會對菲律賓給予支持 問題就是 到底這個所謂的太平洋 涵蓋的範圍是去到多大呢 是否包括南海地區呢 因為南海其實都是屬於太平洋的一部分 到了特朗普總統執政時期 最後就把南海的議題釐清了 在2019年的時候 時任國務卿蓬佩奧 出訪馬尼拉 當時他很斬釘截鐵地說明了 說鑑於 南海是太平洋的一部分 在南海 對於任何的菲律賓軍隊 飛機或者是公用的船隻的任何武裝攻擊 都將會觸發到 美飛的共同防禦條約第四條所規定的 共同防禦義務 當時 菲律賓方面 已經得到了美國的保證 原來 這條條約是涵蓋了南海的範圍 到了拜登上台以後 其實他整個政府都沒有再就美飛共同防禦條約 說過半句話 當然菲律賓方面會憂慮 究竟當初蓬佩奧對菲律賓所作出的承諾 至今是否仍然有效 拜登政府要出一句聲 當有200隻的船 菲律賓方面稱之為民兵船 去到牛額朝海域附近集結的時候 菲律賓方面當然要起勢地吵 一吵起上來的時候 好了 美國方面就有所反應 在3月31日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跟菲律賓國家安全顧問埃斯柏龍通了電話 在這一趟的電話當中 他們對於中國在南海的活動表達出共同的憂慮 蘇利文強調 美國會跟菲律賓這位盟友站在一起 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海洋秩序 並且重申 美非共同防禦條約 適用於南海 這件事非常重要 最後菲律賓得到了美國的重申保證 這件事其實也是道特爾特一直以來那班官員 叫得這麼大聲的真正目的 因為拜登上台的時候 都沒多久 已經向日本保證了 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台 你沒理由大細超 向日本作出了這個保證 你向菲律賓方面又怎樣 終於有了一個遲來的保證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在3月31日之後 菲律賓對著中國 就叫得越來越大聲 因為他終於得到了美國方面的承諾 說會有什麼事撐他 當然 道特爾特是不是要跟中國 抹臉或罵得很僵 相信也不是 為什麼 因為近期其實菲律賓的 疫情都相當嚴峻 在3月初的時候 中國已經是捐過一批國產的疫苗 去菲律賓那裡 而在近期 菲律賓向中國購買的科興疫苗 亦是混底了當地 開始 接種的工作 所以 菲律賓也不能罵得太僵 否則可能會影響了買疫苗的情況 接著我們講講第二宗消息 亦是跟疫苗有關 在昨天 布林肯就宣佈了 美國就將會對外輸出疫苗 當然 他就說 這些疫苗 並不會用作政治交易 將會提供給有需要的國家 因為這次的事件 有關人命 美國會以尊敬的態度 善待夥伴 中國或者美國都是這樣說 大家都說不是疫苗外交 但實際上不是大家的心照 其實美國遲遲未對外輸出疫苗 早就已經廣受批評 為甚麼 因為 中國早就已經爭取了時間 在很早期 已經對很多 國家輸出了疫苗 無論是無常援助也好 或者是 對外銷售也好 事實上來說 中國是成功拉攏了不少國家 這就關乎到策略的問題 其實中國本身 疫苗接種率不是很高 但是一開始 他們就掌握時間 趕快對外輸出疫苗 現在換來一些成績 這些就是用時間換取空間 但是美國就完全相反 他們就想解決了自身的問題 現在打到差不多 有超過了1億人口以上打針 美國才說對外輸出疫苗 所以就是兩個 自然不同的策略 現在美國當然要追落後 其實美國的疫苗 能夠以質素來取勝 但是美國何時才能夠提供疫苗 給其他國家 這個因素也是相當關鍵 因為軟水不能夠近火 而那些國家當他們 買得到或者收到 中國的疫苗以後 哪怕中國疫苗的保護率 或者有效率是比較低 如果那些國家他們搞到最後 終於熬得了 疫情開始減退的時候 他對於疫苗的需求也沒有那麼重要 你到時候給一些他不是很需要的東西 有什麼作用 所以 美國自己也是要跟時間競賽 到底 美日印澳的疫苗合作計劃會搞成怎樣 根據美國自己之前所說 會在2022年之前 對東南亞國家提供10億劑疫苗 究竟這個數量能不能夠達標呢 這個時間又能不能夠達標呢 就很關鍵了 如果有些國家 根本上去到今年年尾都已經把疫情擺平的時候 你去到明年才提供到 就已經是 把屁了 對不對 我們又看看 胡錫進 在聽到布林肯的消息以後 馬上就在微博發表了一條貼文 他這樣說 為了跟中國的疫苗外交競爭 美國終於考慮到 要向世界其他國家援助疫苗 美國國務院 剛剛還任命了一名 事務協調員 被老胡聯想到 美國正在向盟友提議 要搞一個類似於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 建設計劃 同樣是為了制衡中國 最後那段他就說 不過美國一定會繼續嘴硬和罵中國 中國就可能永遠都不會從華盛頓聽到學習中國的說法 而只是會不斷聽到對抗、制衡和競爭 沒所謂 我們應該學美國的地方可以繼續大大方方地學 無需用私宜長記以制而來自我解釋 胡錫進自己就在這裡陶醉一番 就好像說 美國在學中國 對外來援助疫苗 但是 老胡其實沒什麼好酸 實情這些什麼疫苗外交哪有專利 中國可以對外無常援助疫苗 難道美國不行嗎 人家已經是遲了那麼多 對吧 中國一早就已經是對外無常援助了很多 甚至乎就已經是出售了很多國產疫苗 應該也是要對自己有些自信才是 老胡 不需要說走去宣別人 人搞就有得他搞 他在時間上落後了你那麼多 難道你還是沒有自信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看到他的留言板上 很多留言都在這裡嘲諷他 有人就說到 厲害了我的國太自豪了 美國在各方面都抄襲中國 他就建議 網上不要再刪鐵封號 被老百姓暢所欲言 即使是說錯話也好 誰敢保證是一輩子不會說錯話 哈哈哈 然後他還建議 要公開透明國家財政支出 這些留言有幾百個讚好 又沒有人去刪除 可能真的太多了 因為老胡一說話的時候 其實微博上有很多這些留言 走去趕他回頭 還有些人就說 美國就是首先保證到 國民有足夠的疫苗 然後才給其他國家 這樣做就跟有些國家的做法是不一樣的 哈哈哈 這個也是不點名的 串中國 還有個網民很搞的 他說老胡 如果論嘴上的功夫 美國就差得遠了 美國現在還是很老實承認自己是會犯錯的 他還未達到永遠不犯錯 而即使犯錯也不會承認錯誤的神狀態 還需要繼續修煉 才達到永遠從勝利走向勝利 雙贏 豁湖贏兩次的狀態 哈哈哈哈哈哈 這些網民 有很多讚好 又會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到現在 都未曾刪除 貼文 好了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